但是呢 没想到 等三重管真的换人经营了 有会员要去退费 诶 竟然就退不成了 说了一堆理由要会员三天后再过来 三天后还是一样生硬 会员一样是无法退费的 那原本看到这边 我就想说 哇 惨了 这些会员真的惨了 钱一定是拿不回来的 因为这种脱胎钱的说法 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 只要是那种欠债不还的 都是用这种模式在推脱啦 多脱一天是一天 大家好 我是任律师 大概从三月底开始 几乎我的每部影片下方 都会有粉丝敲碗 那我讲解一下 馆长三重管的纠纷 一直到最近又更夸张了 就连我每周四发布的 一周新闻的票选上面 明明没有馆长 慈禧思汉三重管纠纷的选项 但是留言区里面还有好多人留言 最关注的新闻 竟然就是这一则新闻 还有网友特别说 想知道会员退费 有啥法律保障 好 那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啦 其实之前不是我不想做这个事件 开玩笑 只要是馆长的新闻 都是流量保证 可以蹭我一定蹭的 只是从之前新闻报道的内容看起来 比较像是双方都还在互相放话的阶段 那不只证据内容不够多 事实方面的描述也不够清楚 外人看起来就有点物理看话的感觉啦 那我们法律频道嘛 要评论一件事情 就算新闻上双方提出的证据不够充足 至少也要知道完整事情的经过 否则连双方到底是什么法律关系啊 发生了什么具体纠纷啊 都搞不清楚 而且我们也不是阴谋论的猜东猜西哦 自己拼凑出一套剧本出来讲 所以呢 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影片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哦 不过到了这两天 附大一天 现在录影时间是4月8号的上午 整个事情就发展得比较清楚了哦 而且呢 还牵扯到攸关会员权益的问题 所以真的应该要来好好的讲一下咯 我怕不多说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到底馆长的成吉思汉公司跟忽必烈公司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双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及三重馆会员的权益该如何保障 都会在这一集里面解决大家的疑惑咯 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们还是先进一段VPN的广告吧 之前跟大家说过VPN的原理 并介绍NordVPN如何保障你的网路使用安全 不知道你都跟上了吗 除了分享功能以外 NordVPN能做的还有更多 对热爱电竞的玩家而言 NordVPN除了保护用户的IP位置和线上活动 还能够防止会拖慢连线速度的低DOS攻击 进而封锁充斥着二亿城市码的网站 让你在享受电竞快感的同时 不用担心鸭客攻击没有后顾之用 另外NordVPN还可以帮助 重视隐私的你隐藏网路足迹 即使在公共空间使用WiFi 也能够放心无余 更特别的是NordVPN扩充功能 还能够加密你的流量数据 避免第三方的窥探 提供双重的加密保障 而NordVPN的威胁防护功能 可以挡掉套源燕的弹出视窗 以及自动播放广告 让你的网路浏览更为顺畅 更重要的是 一点都不会影响你的网路连线速度哦 现在就到说明栏 点击专属连结 使用一帧律师的专属优惠码 就可以享有两年方案优惠价格 附赠免费个月 以及额外好看 另外还有30天试用期 不满意可以随时取消申请退款 哇 这么多的优惠好看 你还在等什么 马上行动咯 网红馆长在去年6月间曾经在直播中透露 陈吉思汉健身中心三重馆的股东 卫造文书道科印章向银行借钱 但是呢却因为没有办法如期缴交贷款 银行吹缴到三重馆来 因此被馆长窒息 当时馆长有要求股东应该要立刻把钱补回去 否则就要提告 没想到这个事件没有因此而平息哦 反而越演越烈 根据去年10月间静周刊的报道 馆长说三重馆的负责人虽然有股东挂名 但是公司大小张都在馆长身上 因此股东没有告知的情况下 偷刻印章向银行借钱 涉及伪造文书以及诈欺等行为 但是呢在静周刊当天的另一篇报道中 股东这边则是指控馆长将公司账户的1000万元 转到馆长团队名下的账户 甚至还有71张公司支票流落在外 会计也拒绝提供支票下落等等 指控内容非常的强烈哦 而事件发展到了今年的3月 19日的时候馆长在脸书上面表示 陈吉思汉集团将在3月底退出三重馆的经营 并且重申将对加盟店的股东 也就是忽必烈公司这一方面提出告诉 而忽必烈公司这边则是反驳 馆长的说法也表示会针对馆长的言论提出告诉 并且在3月31日的时候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秀出千万元的现金 表示既有会员的权益不变 也为会员做好相关退费的准备了 而馆长则在同一日也发布新闻稿 除了将双方合作模式完整交代 也说明了为什么之前只称 由股东卫造为书向银行借钱的蓝龙去码 并且最后也表示担心说三重馆的种种欠费 加起来恐怕不止一千万 如果忽必烈公司只有准备一千万元 恐怕是不足以清偿的哦 好那到了这边说穿了 这是加盟店跟经营者之间的纠纷 既然双方都说了要以法律图经解决 其实跟一般人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哦 但是呢之后的发展就有点西区化了哦 成绩三公司退出三重馆的经营之后 就有会员要去三重馆退费 但是呢却遇到了问题 隔天也就是4月2日的时候 三重馆竟然大门紧闭 没有开门 4月3日的时候 忽必烈公司表示 因为前团队 就是在指馆长的团队啦 移交资料杂乱无章 导致会员资料无法确认核实 因此电脑维修中 馆内同时要进行三天的消毒 要大家三天后再过 于是馆长在4月5日的直播中宣布 从5月1号开始 将会由他来受理三重馆会员的退费 签债权转移等等事宜 好那这个事件 很多人物理看花的一大原因 应该就是搞不清楚 馆长也就是成吉思汉公司这边 跟忽必烈公司 以及三重馆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这边我们先简单的 跟大家讲解一下咯 馆长是在2014年成立的成吉思汉公司 经营健身馆 经营的有声有色 于是另外一家健身公司 也就是忽必烈公司 就找上了馆长这边希望他们的三重馆 可以使用成吉思汉的商标啊 馆长的图像啊 还有成吉思汉的云运模式来作为号召经营会员 所以呢到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一份非常典型的加盟契约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譬如说现在很多饮料店都是加盟店嘛 但是呢加盟店的商标啊 内部贩卖的东西啊 还有整体服务都让你感觉上跟直营店没有差别 那这是因为加盟店 除了店面是自己的 其他的像是食材啦 经营管理模式啊 商标啦等等 都是承袭业主来的 因为业主就是比较厉害啊 就是比较会经营啊 那当然业主他教你这么多东西 他也不是佛心的 全套免费教你 怎么有这么好康的事情 因此要加盟 通常都要先付一笔加盟金 另外呢还有一些业主会从贩卖给加盟店的食材啦 或者是材料里面啦 来赚取费用 有一些则是会收取其他的授权费用等等 看每个加盟契约的内容不同而定 所以呢说到这边大家应该就可以明白了 在这个事件中 馆长成吉思案公司就是业主 忽必烈公司就是加盟店 而三重店那是属于忽必烈公司的 只是委托馆长这边来经营 而从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内容来看 双方的争执除了馆长指控 忽必烈公司的股东 擅自向银行借贷以外 还有忽必烈公司这边 指控馆长 擅自挪走了一千万元 这两大部分 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 诶 忽必烈的股东 用忽必烈公司的名义向银行借钱 关馆长什么事啊 馆长只是业主而已啊 他又不是用馆长的名义 或者是用陈吉思案的名义去借钱 馆长管那么多干嘛咧 那这是因为三重馆实际上是由馆长在经营的 因此银行会借钱给那名股东 有可能是银行在征信的时候 多多少少会着重在馆长的名气上面 如果股东将来还不了钱 一来对馆长的名声也不太好 二来也会影响到三重馆的评价 因为大家想说 这家店设计跟银行的金钱纠纷 当然会质疑 盈利有没有发生问题 一定会连带影响健身馆的收入 而第三点呢 则是依双方的协议 馆长可以从每个月营收中分得部分的分润 因此呢三重馆如果发生问题 馆长当然会连带受影响 所以呢馆长对股东提告 伪造文书这些罪名 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来的 那至于乎毕业公司指控馆长呢 用一千万元的部分 修穿了其实就是双方就契约效力 有发生一些问题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双方的新闻稿 馆长这边说 在三重馆开始赚钱之后 契约上原本约定馆长的团队 可以拿盈利的30% 但是在108年的时候 由于乎毕业这边资金有一些问题 所以呢双方另外签订新约 从30%的盈利改由按月给付 10%的盈利服务费给馆长 但是呢在乎毕业的声明里面 馆长可以拿的是只有3%的服务费 而不是10% 那原因在于乎毕业这边主张 约定10%的那份合约是假的 是不能够算数的 所以呢双方就为了到底 馆长这边该拿3%的服务费 或者是10%的服务费 而有所争执 那有可能馆长就依据自己的认定 把乎毕业所基欠的款项 先汇入了自己的账户 因此呢才有是否能用这1000万元的争议 不过这个部分既然双方都已经告上法院了 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7月书的内容 也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才对 所以呢就是老话一句 近代司法的判决咯 至于对跟网友们息息相关的问题 也就是会员的权益 有没有受到保障这个部分 我只能用一首诗来形容 相穷水尽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针 没错这个会员的权益 可以说是无论哪一方 应该都不想去碰的问题 因为会员要退费 那就是一大笔开销啦 而原本忽必烈这边是极力的保证哦 一定是会确保会员的权益的哦 还搬出了1000万现金放在摄影机面前给大家看 要大家不用担心 但是呢没想到 冷三重版真的换人经营了 有会员要去退费 诶 竟然就退不成了哦 说了一堆理由要会员三天后再过来 三天后还是一样生意 会员一样是无法退费的哦 那原本看到这边 我就想说哇 惨了 这些会员真的惨了哦 钱一定是拿不回来的哦 因为这种脱胎钱的说法 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哦 只要是那种欠债不还的 都是用这种模式在推脱啦 多脱一天是一天 但是没想到 馆长竟然在4月5日的直播中 跳出来宣布会员是可以跟他来申请退费的 说到这边我真的不得不说啦 不管他跟忽必烈之间的争议到底是怎么样 光是这一点真的是让我蛮敬佩的 因为呢第一 他大可不用做这件事情的 从一开始忽必烈公司那边就直接承诺 一定会对会员负责 这一点看起来我们应该可以推知 在双方原本的合约中 就是忽必烈要对会员负责 否则忽必烈的态度应该是不会那么爽快的哦 而在法律上也确实应该是这样 因为民众跟加盟店买东西 是跟加盟店之间成立买卖关系 不是跟业主之间成立买卖关系 那收益是由加盟店收去 做的事情除非有特殊规定 否则也应该是由加盟店来出来负责 那这个逻辑是用到馆长跟三重店里面的纠纷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馆长愿意把这个苦差事 而且是根本不用他负责的苦差事 扛到自己的肩上 老实说我觉得真的是蛮令人佩服的啦 那再来馆长在直播中有说 跟他申请退费的人要先签一个债权转让输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 这个会员的权益这笔债 理论上应该是要由互必烈来负责 但是馆长却把它扛了过来 那这个在我们法律上就是所谓的代位清偿 你的债你没有钱还 我这边我有钱我就先帮你还掉了 所以你就不欠债主的钱哦 就是不欠给会员的退费咯 因为这部分已经帮你清偿完毕了 但是呢我帮你还钱 那我跟你之间就会变成我是你的债主啦 也就是说会员对你的债权 现在已转到我身上来 因此呢退费的会员要签一张债权转让输 也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有可能有的人就会说啦 馆长也没有什么损失啊 反正他还是可以跟互必烈要到这笔钱嘛 把馆长讲的那么牺牲是怎么样啊 对啦理论上是这样没错啦 但是理论放到现实上真的去执行起来 就没有那么简单哦 因为对方有可能会否认这个债权让语的效力啊 或者呢是主张馆长你本来就要负这个会员的责任的 那馆长可能就再跟对方打官司 打个一年两年 而且最后要真的胜诉 才能够确定他可以跟忽必烈讨到这笔钱 而且即使到了那个时候 也要忽必烈 没有脱产 还有足够的资产来清偿 这笔债才有可能真正拿得回来 所以啦 馆长愿意这样子处理 我真的觉得是很难得啦 一般人真的是不愿意这样子做 馆长这一点真的让人家 Respect 好那说到这边 我想大家都应该清楚了 整个三重馆纠纷的来龙去脉啦 底下这边就开放留言 大家觉得馆长有办法把钱拿回来吗 记得在底下留言说明一下你们的理由让我知道咯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识 别忘了订阅影哲律师的YouTube频道 以及追踪我的IG和我的脸书粉丝按赞 那记得赶快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以及官方卖照后咯 我是影哲律师 我们下期见 拜拜